所以各位发现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公派防治社会 但是另外一种是短暴联合 就前面有个各地的分会 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冲突 有点是相互相成 但是这个短暴联合 比较是以教授为主 但是这个 公派防治社会 比较是以地方关心的朋友为主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有新的团体陆续的出现 但是很多污染的事件一直是出现 那当时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到了1989年 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1989年 各位记得是什么事情 一个是蒋经罗死掉不久 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 其实这个李登辉变成总统 也就是说这个 那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台湾的企业家 在这么多的环境抗争之后 它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要出走 其实跟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当时候的政府有提出个诉求 叫更留台湾 这企业要更留台湾 那更留台湾议会的时候 就政府要开始 帮你把很多事情排除 那排除什么 就排除劳工问题 还有排除环境的问题 跟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看 就是说这个东西 并不是现在才出现 你看到前两个礼拜 行政院的振兴经济套 还是这两个 当你取得土地 让鲑鱼可以返乡 另外呢 就是让外老可以解套 所以这个东西 政府一直没有变 还是这一套 1989年就开始这么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值的 我去观察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值的观察 是那一年有个很重要的运动 叫做什么 叫骨壳蝗蝗运动 可能在座的年轻的朋友 那一年也刚出生 那一年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股市狂飙 所以房价 暴涨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所以有个很重要运动 就不可观留 他们去躺那边 躺当时候的最贵的地价的地方 是中校公路 但现在有人在躺别的地方 那人躺地宝前面 可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怎样的 它其实看起来是个很好的运动 对不对 你去反对那个高房价 可是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给了解方给错了 产生后来一连串的一个 土地政策的失误 所以我就说当时你如果去看 这是我刚讲的 最初的故事的结局 我们都可以预料 但是故事后来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在土地后 其实产生了很多 后续之后去观察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八九年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 重要的面向 一个是根由台湾造成这个 环保跟土地的 被 开始被列为这个重大 投资障碍 到现在一直没有变 另外就是这个高房价 产生后续 台湾土地使用的一些 方向上的错误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中间上有很多 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 这个 我讲一下刚刚的 就是1988年啊 韩国办奥运 但是在奥运 为了让 让那个河啊 就是汉江啊 那那个河 赶快清 清干净 就用节流的方式 各位知道我们在节流吗 节流就是这个河川 就让脏水不要进去 就脏的东西淡起来 灌新的水到那个河川 那那个河川 那河川就变干净 这个是最简单 那是最糟糕的方式 可是很有用 所以台湾就学起来 后来我们台湾所有的河川整治 全部用这一个方式 包括爱河 包括什么都是 为什么对照 蛤 因为它整个河川的制济功能 完全不见 它不是个活水 它就是 它简直是人工的 那边一个人工 它生态完全就没有 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 那再来方面 就很多最近 都现在庆祝20周年了 像这个是武清 对 我刚听说有个老师的认文 是在研究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人是专家 那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运动 这个后进版武清 那这是一连专的事情 那当然它是 它还透过工头啊 这个 这个 里面那很多故事 今天没有机会细谈 但是各位看看 有很多工业区 因为我刚讲 那个耕流台湾之后 你看冰南工业区开发的 冰南工业区到现在还闲置 开发20年 所以当年 你还能为了那个政策 那种东西一直远活到现在 那后来还有像里岛工业区 是因为六清 宜然不要 政府面全力去帮它做这个地方 那还有东西 政府想把它产业东营 那个时候也是 没有土地嘛 就看到东部土地多 所以那个时候 都是为了要跟由台湾 就有这些东西 这个一直是台湾到现在 政府的思维还是没有改变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各式各样的事情 包括这个 开始1999年 推动焚化炉的兴建 也就是台湾的垃圾政策 其实开始做转变 这个我等一下能够做报告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小道故事 就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突现焚化炉 除了都是问题很严重以外 还有问题 你听说是原来要做核四厂的那个公司 叫中心顾问公司 因为后来当时核四暂停 那他们这个工程没得做 所以政府赶快紧急推动这个 混化炉的计划 所以你后来去看很多的 混化炉的新的计划 都是中心顾问公司做的 这个是真的是讲我不清楚 可是你只要看到现在中国 中国各位记得 去年是不是有发生一个什么 动车事件 那个火车不是追撞死了很多人 很多这个高铁的计划不是暂停 我后来听到中国 也赶快紧急推了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很多那个 那个国中国小的校舍整件计划就出来 也就是说他要让原来要去 要去乘 要去乘乘的家 这边的厂商 赶快有另外一个大的 动工计划要去做 其实这个十五的差不多 还好我今天不是学术演讲 所以这个都不用负责任 我只是有一个推测 我有时候推测还蛮准 那后来有发生还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在1992年有这个福射钢筋事件 也是今年是20周年 前两天这个公司还有很多报道 那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西谷 西谷师弟 就冰南那边要开一个工业区 那当这个后来是 后来有些后续的发展 因为他后来用 因为有黑面皮物 都会知道黑面皮物 对 那并临就是这种动物 所以他变成后来阻挡这个计划 最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那从此之后 我们只要每个抗争都要去找到一种 不管是动物还植物 还海豚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变成一个重要的方式 那199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我们所在的团体叫 绿色公民群众联盟的情深 叫做欢道领域会成立 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 我等一下就这样就要说明 那93年大概就是 看美容水库的问题 在当时慢慢出现 你看这都是这个 跟流台湾之后 这些好好的企业家 有很多基础设施 意义上来 那就变成当时很重要的一些抗争 但是93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台湾第一个 文史工作室 都是跟环境运动结合的 叫做观音文化工作证的 潘老师他们是第一个成立 后来就陆陆续续 甚至到后来变成台湾 环境运动跟社区运动结合的烂伤 我觉得大概就是 从观音文化工作证这边开始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团体是美容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解研之后 很多团体也陆续出现 你看这边好多文化团体出现 而且很多都变成什么联盟 什么联盟什么另外 就用集结的方式去出现 好 那在这边呢我要暂时呢 停下来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刚讲这个很重要的团体 叫做环保联盟台北分会 虽然是我自己所在的团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为它做的事情 其实是 你可以解释大概在这十年 台湾环境运动的一些过程 这是我们所在的团体 因为我们叫环保联盟台北分会 所以我们当时是锁定在 整个大台北地区 台北县市 那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年轻人 我刚讲过就是说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方法盟 但是它比较是以学者为主 但在当地有很多草根的主持 但在报告里面的总会 主要是以学者为主 那我们在台北 可是我们又觉得这个 教授有教授的一套做法 年轻人可能也有套做法 所以后来就 以这个分工合作的方式 就出来变成环保联盟台的分会 比较主要的去focus 在北台湾的很多地方性的问题 各位看各式各样的 包括股球场啊 股色屋啊 垃圾废土啊 新市镇开发 山坡地啊 百合啊 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所在的主持 那因为我们 我们这些年轻的伙伴呢 其实到每个议题都去帮忙 而且主要的是去做 跟当地的草根的 当地站在一起 而不是单纯是谈论述 而说这个运动要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推动 就是跟当地的朋友站在一起 那经由这个 我们几年的操作以后呢 我们后来办了一个营队 这个营队呢 等一下跟各位介绍 那个 我们那时候想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既然我们在台北已经参与了 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环境议题 我们如果去把它串接起来 而且能够让年轻的新一代的朋友 再来参与 那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办营队 就去思考 就是说 刚刚谈了这么多议题呢 如果我们要到 真正带着年轻人去走的话 我们怎么去走那个路线 我们那时候思考了两个路线 一个路线是走哪里 是走这边 就是 哦 这个是淡水河 我们就沿着整个淡水河的河系去走 那把它的所有问题 一个点一个点 我们就去走河川而已 就是看到 这个河川经过的所有河公共一体 把它整理出来 这是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是走海 就从那个北海岸啊 各位知道 那个林口啊 龟山啊 巴黎啊 淡水 再到那个北海岸 金山万里 再过来东北角到瑞芳共遥 这是另外一条线 这是海岸线 就有一个线是海岸线 有一个线是走河 我们那时候就找大家来讨论 这个到底要走河还是走海 其实那时候说要走海的比较多 因为海比较好玩 但是后来就是发现这个 还是河的议题比较多 所以最后就 就我们就决定还是走河这条路 那我们那时候的定位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是淡水河系 一个是海岸线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地理的变化 就是公共政策的历史 什么意思呢 你就看到这边有个垃圾场 这个是地理上的变化 它本来是一个山坡地理 你看到这边可能有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楼水处理厂 它可能本来也是一个平地 这些地理 后来产生的地景的变化 其实这大概就是公共政策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是 这句话再有点就是 我觉得是后来一直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团体 不管是学生还是民间团体 就是它想去河呢 就是去寻手 想去走海就是浸滩 这都不是坏事情 但是我们想提的就是说 其实河跟海 或是包括山 其实有很多的环境议题 我们可能要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后来办了这个 我们叫做淡水楼的初体验 就是怎么样呢 去把我们 后来就是 这是大台北地区 各位看得懂这个吗 这个是淡水 这边是淡水 这边是巴黎 这边是 这边是淡水 这边是巴黎 这是淡水河 河口进来 到这个地方 变成基隆河 变成淡水河 上面这边是大海溪跟西殿溪 这是整个大台北的淡水河河系 我们当时就分三 三组 分三组的人去走 一个是走 河口这边的淡水河 我们就把过程里面 我们曾经经经营过的所有议题 一个不去串接起来 有的是大海新市镇 有的是宽流快速道路 有的是自然公园 有的是垃圾场 有的是出逢道 这个都是环境问题 但是我们透过一条河 我要穿脚 因为台北盆地 本来就是依着淡水河系而生的 所以所有环境问题都跟河油管 另外这个就是大汉溪 还有当时垃圾场堆在河边 或是里面有工业区污染的河川 以前的抽水站 跟农田受到污染 还有这边河边公园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一个去把当时的环境问题 走一遍 那这个 这个是新建系 我们后来就画一个叫淡水河破碎地图 里面全部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公共议题 那最后出本就是叫淡水河破碎地图 那是我们当时去经营的方式 我们那时候是 我们那时候的这个组织是叫知识的行动的草根的 我们后来加了一个社区的 那是以公共议题为一个串结 那后来我们到1999年我们转型为全国性团队交律师公议 我们把它改成叫疫情结合社区串联公民行动有序社会 不过也是从这个地方过去 我快速的介绍了我们团体 就是说 但我不是多了不起一个团体 可是在过程里面大概 大概边做其实是展现了台湾一个环境运动的一个思考方式跟运动的模式 就是如何跟草根结合 如何跟公共议题结合 如何跟整个实际的这个河、海或是山结合 那这个其实到后来的很多环境运动里面 也很多是找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觉得这是互相尽量先学习 但是我觉得这是刚时候也是我们尝试去走出来的一个方向 那合过头来讲 就是说 当时其实不止我们团体 台湾各地方都有团体在关心 他关心的疫情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那可是这边大环境的变化是这样 就国民党的核飘力应该持续的下降 所以这个政权的保卫战的方式 就积极有更多的地方建设来统共许 比如说各位看 这边有一堆的东西 全部都是地方的正式人物开出来的支票 高雅国酒厂 这个是个什么大武山 开它国道 就是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不过在这一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通过叫做环境影响评估法 也就是以前的很多环境事件 都是出现问题的 大家发现 啊 怎么影响到我才去抗争 可是从这个法之后呢 就是说你预先可以知道 你即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而是要经过所谓的专业审查 它可以预防在先 所以从此之后 大概这边的所有的环境运动 很大部分都是到环平会议里面去做 去挡下环平 就在这个很具体的地方 我都还一心记得这个94年那一年 我们知道这个法通过 我根本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可是又一直有人讲说 哇 要变天 要变天 很多事情都被挡下来 我还一心记得当时那个场景 我事实后来知道 环境影响评估法终究是 人去审查的 所以后来还是很多政治力的介入 一直到现在很多的抗争 还是在环平会议里面就定生死 只是说他外战的这个国益的力量 已经有点改变了 可是毕竟在1994年 这个法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的通过都改变了很多的 后续的环境运动的游戏规则 那 包括这个 我这边就不一一的讲 我在讲1995年的这个 我刚刚讲 因为这个 像美农的出现 还有很多这个 各式各样的抗争里面 他们都有在定的方式去反对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社区运动就跟环境运动结合 尤其是在南部 为什么 因为南部越来北部抗争太麻烦了 所以干脆就就地抗争了 因为在台北的话 我觉得到立法院 到哪里去抗争 开启只会 南部不容易 所以很多地方就就地抗争 所以渐渐的 南部的很多的这个社区运动 环境运动 当然没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可是不止他 好多地方陆续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不止 这地方其实还有个东西 我们要写进来 等下会不会办会说 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个 李登会总统开始在推社区总体 你知道吗 这个官方的这个做法 其实后面有陆续产生影响 而且不只是在 国民党 民进党也有国家跟各位在做分享 那 这样一路下来 就是说 环保署 还是一步 在建构很多环境的这个规章 甚至一些环境管理 比如说开始出现ISO ISO是什么 就企业的管理的一些 环境管理的一些制度的出现 它不见得一定是环保 让它开始有些制度出现 那一开始ISO 一直到现在怎么开始有说 那个企业社会责任啊 或什么什么种种这种规范进来 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个东西 我跳过是1992年 我这个讲 1992年 还有一个东西 我刚刚跳过 其实后来对台湾的变化也很大 就是1992年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地球高峰会议 各位记得吗 像今年 又开了一次 它每十年开始 那一年的地球高峰会议 就是在巴西 开第一次地球高峰会议 后来每十年开始 所以叫做Rio Plus 20 今年叫Rio Plus 10 十年前叫做Rio Plus 10 1992年 就在领约这个地方开 那个时候提出了所谓的永续发展这个论述 之后 更一天到晚就讲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 这个会提的 这个会的重要是说 台湾后来也开始 比较对很多国际的公约 可以试着去遵守 即使台湾不是一个国际 联合国的一份子 可是这些国际公约 台湾其实也是有规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来有很多东西 依着这些公约 回来做了一些改变 南部水资源整体论述 就它不再是反一个水库 而是它被谈 我整个南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水资源政策 这也是环境 环境一体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那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我刚说之前 因为很多 不是那个很多这个 土地的需求很大 包括你要更多的土地盖 盖房子 你还能买比较便宜的房子 或是要盖很多工业区 所以很多山坡地呢 开始上山坡地 就是说很多这个 比如说这个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做一些解释 就是 包括很多这个台北市的近郊山坡地 开始大量盖房子 但那个时候所谓的老饼建的问题 就今天暂时不谈 不过那些问题 开始上这个山坡地之后 后来出现就是很多的灾难 很有名的就是那个林肯大军 或是那时候开始很多这个土石流 很多这个山坡地的建筑出现问题 像台湾的很多地方 也出现这个火买这些事情 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法务部宣誓 这个严惩难减难件 开始山坡地开始做管制 而且这个时候 台湾的第一个 因为还民法实施以来 1994年 14到98年 这五年来 第一个被否决的案子 我这以前都是通过 都是有条件的 这个地方否决 因为这个关系界 也在对我们新途县这边 它的波路太短 因为当时出现很多事情 所以怎么被撤销掉 所以就是说 我当然讲的不是很详细跟完全 可是就想到各位报告 这其实都是有严重性的 要不因为这边出了大事 政府那边有些改变 要不就是政府有些新的措施之后 很多游戏会有些改变 就是当时候整个这个 这将近这个 1999年之前 其实一样这样子 是在博弈的 那这事情就是说 一直到这个 1999年 一直到2000年 终于有巨大改变 就是整个政治结构的改变 那所以前面这边 我跟各位整理的这些事件 增进背景 民间反应跟官方反应 这个资料其实是来自 原本是来自于 绿色消费者基金会 他们整理的资料 但是我后来 加了很多东西进去 而且我还建议 大家可以一起来点点看 就很多东西 越加进去平衡 越能去掌握出 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脉络 是什么 而且这些其实是 有非常紧密的互动 跟连结的效果 那 所以我把刚刚里面的东西 做一些简单的整理 就是 1980年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 政治主义运动的兴起 让社会运动 其实跟政治主义运动 相互相成 那83年 其实就是这个 威权体制的收入 所以国民党开始 释放了很多 经济利益 来垄断 资本家维生的政权 开始进到一个决策理系 84年 第一个统策团团成立 85年 第一个反共亂团团成立 87年 我们民间团体 组织大量成立 88年 因为股市风标 房价暴涨 所以政府开始与供给面 什么叫供给面 你房价贵 我就盖更多房子 让它压抑一下 其实台湾那时候房子 并不缺 空屋很多 只是打满不起 可是政府用这个方式来说 那就注定了 土地的民数的出现 后来好多的土地问题就出现了 主要是土地问题 就是说 不该有土地的地方 不该开发的地方 它就开发 一直到现在 开始缺地 我觉得都是卖乡成这样的 1989年 跟流台湾这种论述 就是排出障碍的 这种开始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1994年 第一个环境运动 跟社区运动的结合 1994年 这个国民党 很多的开发案 就是开始释出 来了我们 所有的环境运动 很多都是在 这种释出的 这些不当的一些政策 1994年的那个环境法 让整个战场 都在这种地区运动